尊敬的王院长 作为领导 作为男科 领导 作为嘉宾 作为同居 今天敬空 有一个参加 值得的这次圣会 今天才知道 是一个祈福大会 确实 我们在这个时代 应该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祈福有没有效果 这是许多人 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去年 我访问 梵蒂冈 在教堂 也讨论的一个问题 佛华 是一个宗教 但是 它跟一般宗教 不相同 佛华 讲其词 其中的意义 与一般宗教 也不一样 我想 就这个机会 给诸位做 简单的报告 佛华 佛华 是佛陀的教训 教育 这个首先 我们得把它认识清楚 那么 佛华 重视 艺术的 表法 譬如 我们供佛 总是供 一佛 二菩萨 佛代表的是自信 所以 祝佛菩萨 跟我们的关系 非常密切 佛是代表信德 信德 没有形象 所以他也不会说话 从信德 其作用 就是佛萨 佛萨代表 修德 譬如 在中国大臣 通常是以 四大菩萨 标法 第一个是 地藏菩萨 我在这边 看到 地藏菩萨 代表 孝谦 尊师 我们看到这一项 听到这个名字 就要想到 我是不是孝养父母 是不是奉仕师长 如果 我们真能提醒自己 孝谦 尊师 这就是 供奉 地藏菩萨 这就是地藏菩萨 给我们的 赐福 孝谦 尊师 是世出世界的 根本法 一切善法 都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 所以 它代表根本